像这种薄的,常常都是高密度版的 这个面的话,密度版的面是非常干净的 挑选了一些不同的绿板材号 设计师亲自切割 选择了目前市场上做家具最常用的两种板材 密度版与多层版 中间的话,收获的话不能算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还不够 对,我知道你需要有很多品种 我们上次的话跟了洛星去找板材了 但是可能就是品种还不够多 所以这次的话你再收集了更多的不一样的板材 从这边的话是有石木,有多层板,焦盒板 然后还有爆花板跟密度板 从一个焦的含量来说的话 当然是木头是最低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多层板的话是有一点焦 再来是爆花板 然后呢,就是密度板的话的焦的含量是最多的 大部分的家具厂的话 特别是板材家具的话 会用的基本上是爆花板 然后有时候也会用一些密度板在这里面 然后加上的话很多人都在谈截根板 那我们也想到说也是找一块截根板的药品 我们要把这些给SGS在测试以后的话 我们才能决定到了要用什么材料呢 石木几乎不含甲醛 但是奇怪的是,设计师却并没有选择使用石木 而是带着他精进挑选的板材 来到了第三方监测机构 回到办公室,设计师收到了韩妈妈的一封信 但是他是希望就是说不只是有个油画室 小孩的话还是可以在里面有个空间的 所以还有个床还有个桌子 还有就是说他的钢琴什么都还能放进去 其实黄太和他一心一意都在为我考虑 因为想去国外读书 就想把我的生活安定好他才能放心 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希望多为他考虑一点 因为他难得回来 我希望他回来之后能有一个归属感 现有的两十亿天空间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就是把油画室与儿子的卧室合而为一 但是韩妈妈当年把所有话剧封存掉的原因 竟在于怕油画银鸭的刺激性气味 会影响到体质敏感的儿子 我们早在多家一个卧室的话 那妈妈的这个工作室这个油画是有的千万 看他那风水绝对有问题 家里那么多还见不得人的东西还给你封起来 搞得那个欧洲多少年前的电影似的 那种古老那么成功啊 这家风水肯定不行 他说这一面 就帮他开一面 他说什么 他摇到拗环境的 那我们就放到地 我们在客厅里面 我们就需要帮他去小别人的事情 最终整体布局总算尘埃落定 就是说尽量是把它打通 你的前的小卧室的话 会变成一个工作室在这个里面 那然后就是把那个小鸭台 一个就是床片 它的身份空间也可以放到油画室里面 但是油化是浓烈的气味 与儿子过敏的体质 受警示意将如何解决呢 儿子带上防毒面具 施工现场 内传17年未关过的窗户 终于被拆除了下 换装一款逆风性能更好的 双层隔音隔热窗户 这个窗的话 肯定有不好处 所以看到就是说 它这边因为它有个很大的 那个隔温调在这里面 然后呢加上我们是里面装的是 中空的那个 那个露翼的玻璃在里面的话 那就是说是外面的话 不管是温度也好 声音也好的话 都会是就是隔离在外面了 阿姨以前的话 可能是17年的话都没有 就是说关过它的窗 所以我希望我这次 我希望能做到的话 是业主的话 是这个窗的话都不需要开 但是也能享受到新鲜的空气 原来设计师因为寒假 安装一个大型的兴风系统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是新鲜系统的 新罩的话已经装上去了 我们现在是放在洗手间的那个顶里面的 那这个新鲜系统的话是 从这里的话 拉新的风进去以后 透过一个热气转换 加上一个过滤 然后是把这个新鲜的话 送到就是整个房子的 就是四个角落 其实出甲醇最好的方法的话 就是通风 业主的17年来都是靠开窗来通风来除甲醇的 不管是冬天啊 还是夏天啊 还是下雨天也需要开窗的 我们是希望能通过新鲜系统 在窗库关着的时候 能把甲醇带到室外 现在寒假即时关上窗户 也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回到办公室 设计时又打开了图纸 179个平方 大约 然后买个立方 这个新鲜 可能还不够 一个房子的话 至少的话 每一个小时换6次的空气 现在我们装了一个中央的新鲜系统 换气的话其实应该是足够啊 但是考虑上就是说 业主的特别状况 加上我们这个画室 以后的话也是要建一个 就是儿子回来会用的一个卧室 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想个办法的话 就是把这里的新鲜的换气的话 提高 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板材 接应已经完毕 数据师与主持人匆匆感望那人 好 我们这里有三份是五个人家 当时取下来的这个样品测试结果 首先第一个呢 是他们家这个地板的结果 地板的话 因为是实木地板 假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有0.01个ppm 是远远低于标准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实木其实也是有微量的感觉 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他们家这个移动家具上 取下来的一块板 测试结果呢 是0.07ppm 有问题的一个板材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柜子上的一个板材了 假装超标最严重的 达到了0.09 已经超过了限值的一倍了 最早我记得 2011年的时候 带国家出台的有关于 实力装修的环境标准 对对对 01年的时候有实力装修的一个装饰材料的一个要求 那现在最新的已经是2017年了 那能不能讲说 如果是你的家的装修 如果是在01年之前装修的 其实应该去查一下 很有可能会出现像这一家人的情况 如果说你当时的这个产品是完全不受控制的 那可能还会有像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在2001年正式颁布 2001年装修的寒假 活动家具与板材柜体均严重超标 孙生市委托了装修公司 寒假母子依然忍受了17年装修污染之苦 这次设计师送前的五个板材样品 分别为两种多层板 结杆板 密度板 与爆化板 且本次检测的标准 是以较为严格的美国加州标准为依据 那么这些板材检测结果能合格吗 这里有两种交合板的结果 一种交合板的结果是0.04 它是低于标准的 安全范围之内的 另外一种交合板的话呢 它的结果是0.06 不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我们这里还有两款 一种的话呢是我们这种结杆板 结杆板的话呢 其实它里面没有用到寒假醇的胶水 这结果是0.02 由于板材的含胶量不同 不同类别的板材合格标准也不相同 最终检测结果只有多层板A不合格 多层板B 结杆板 密度板和爆化板 均为合格产品 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含胶量比较高的板材的话 它的甲醇可能也会再高一点 像密度板的话 就是一种含胶量比较高的一个板材 但是呢 不一样的板材 它有不一样的结构性跟韧性 所以呢 它会再用在一个家装里面 一个装修里面 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各有各的就是强项 跟它的用途 最终设计师并没有选择 甲醇含量最低的石木和结杆板 而是选择了含胶量少的多层板 这是为什么呢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块的话 就是结根板那时候 我踩上去的话 那就基本上就坏了 石木的话 这一块它还是能承受 多层板的话 也是可以承受我的重量的 但是呢 最后一块的话 就是短纹路的那个石木的话 就也是不能承受我的重量的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想要用多层板的话 因为它的就是结构上比较稳定 设计师之所以选择多层板的原因 在于本次改造需要大量结构性稳定 承载力强的储藏固体 多层板结构稳定 受益均硬 结干板 环保 抗压能力好 但抗收能力不足 石木有天然的横向 用于数项温路 结构不够稳定 容易受潮变形 本次改造中 寒假所有的家具 都将由设计师团队亲自设计 选择打样 但是在板材加工之前 为了再次确保安全性 所有板材都做了除权除 做这样的除假权 你不让假权架们越低越好 梦想改造家 由立方独家管理莫赌 立方为你发现生活 立方发现无用的骨头 要随时撒康墙 它坏率率都很高 它是种去撒灰墙 以前还不是老人睡眠 叫我们这村睡眠 这村睡眠 是前面还好的点 那所以接受很难 嗯 这块十七年前的墙面不能切割也无法整体拆除那该怎么保存呢 墙体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安全当年的房子都是空间砖以及预制板结构 承载力有限所以设计师特别对墙体进行了加固 我们打膨胀螺丝在里面可能后面要挂一些软装要不管是同一个化还是书架的话 其实都不一定能抓得非常牢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后面要工程木板 但是我们这次选择的话是放合箱板在这个里面 因为它这个是零价存的 寒假是2001年的老式工坊层高有限 所以安装的空调设备都要非常注意 一般是25公分厚 这个机器是超薄的25公分厚 昆倒工作室 设计师就开始做起用实验 在房子里面的话有个墙是小孩成长的记录 所以我们在想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看能不能用树子把它固定下来以后 我们可能又想个办法把它从墙面上撕下来 我觉得算你半成功了还是要在现场看能不能就是说 把乳胶漆的就是最前面的一层的话把它那个剥下来 设计师连续赶到了施工现场 准备在老墙上动工了 最终这面老墙能否被成功切割下来呢 这个答案又要等24小时之后才能揭晓了 等待结果的时间 设计师也没闲着 赶往了家具厂里 我用一个侧面 对侧面的话要不要说问题的 但我们是在想的话就是 直接就把那个多层板的侧面就把它揉出来了 家具厂这次负责制作 行家所有的定制书轨与画轨 至于制作家具的原材料 都是设计师亲自采购 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的环保板材 无论是新闻现场还是家具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设计师都要亲自一一拳 他们的钱谁出 节目出 是我们帮的 他给咱们装呢 韩妈妈的左手不变 这次设计师还特别为韩妈妈量身定制了几款 适合单手操作的杂具 并且准备在自己的家具工作室亲手打造 阿姨的左手是不好用的 我们是希望这样子装了蚊子 有了把手以后它可以拉来拉去 这样子的话比较好打扫 然后呢 家具的布局重新要换的话 它也不用那么费力就可以改了 所以我们终于就是把上面的那个成长的一个那个过程的终于从墙上滑下来了 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一毫米最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一片就是非常软的东西 所以我们回去的话要再重新再把它再加固固定 之后这面墙体将于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寒假明显性加热 我觉得它这个检测前就没找过啊 嗯 这是你装焦 谁给你找那个第三方专业检测就给你检测 一般装焦修完了就完事了 中国装修都是凑合事儿 我觉得装修就应该能不用的东西尽量使用 嗯 能避纸什么之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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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u forest 我哥耶 中国人 管��을 搜尚 马亚 所以在这次改造中 数据师准备把进浴房中所有尖锐的东西都藏起了 我们经常避免就是用一些很复杂的武器来做这个房子 在本次改造中 数据师坚决反对使用变形家具 但是在现场 施工队正在安装四根轨道 这个机关到底是做什么呢 这个油漆很古怪 一天比一天黄 一天比一天黄 委托人对当年油漆心犹豫迹 所以这次在木漆漆的使用上 设计师要求家具厂的使用一款 特别卖黄面木漆漆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单页的立方的水性木漆漆 它比较环保 没有打粘的释放 你今天安装 明天就可以绿布 那立方还是不错 设计师对各个橱柜厂家 都提出了衡量极致的环保要求 我们这个橱柜厂的金属管理 比较环保 在工作室里 设计师正在秀一汉妈妈亲爱的唱片机 这个皮带一定是脱松了 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呢 没有把它彻底拆开来的话 真的是不太清楚的 但是我们会尽量把它修好 要不错 其他修好的唱片机 能在新家中放出动人的音乐 为了去保给寒家母子一个健康环保的环境 现场油漆每一个环节都不使用浇水 当然除了全城无胶特别安全之外 这款油漆还有一个特点 这次又选了一个更特别的那个地方 其实叫植萃漆 在生产过程中的话 用植物提炼出来的那个原料 来做这个乳胶气了 原来已经打得重了 我们还是工业的很保佑 那利用这个动物的话 其实已经蛮大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我们是想在里面装一个水斗 那然后呢在上面的话 在吸射量的空间的话 再装一些就是处于功能的那个柜子 在这个里面 原来设计师利用这面被打开的墙体 增设了一个水槽 方便以后寒马马信息跨距 为了解决寒马马油画刺激性行为 柳儿子应该提及的矛盾 设计师在家里有新增了一套 新风机后 我们也单独的再加了一个单体的一个新风机 在这个里面 这样子的话 让化石的空气的话 可以就是更快的循环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儿子回来的时候的话 可以就是小时到新鲜跟干净的空气 那好我们现在就点个箱 然后看一下这个就是数字的话 会不会变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话 刚才从一个50左右的话 现在变得很高了 现在我把箱拿掉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数字会不会变 然后呢我也会把就是我们的独立新风系统 跟我们的正常新风系统的话 可以把它开起来 可以看到就是这边的话 指数刚才从就是可能是1000多 现在已经就是回到大概是就是20 20左右的话一个指数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已经非常好了 韩妈妈特别怕冷 在这次改造中 新增了可以远程操控的智能裁暖系统 这边的房子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沉重 从事不了 这个暖气片也可以成功 除了沉重问题 设计区还考虑到了老房子的层高 所有的暖气片管道 都是预埋在水移地里 随着家具的安装完成 历时三个半月的时空终于接近维生 每一处空间 每一项设计 每一个细节 设计师都轻易亲吻 移轻松到最好 移轻松到最好